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段网络传言 有这么一段视频说的是制作假鸡蛋 一勺蛋白一勺蛋黄制作流程相当的完整 这有关假鸡蛋的说法一直就有 那么这段视频究竟是真是假呢 视频里一位工作人员从脸盆里揪出一团白色的东西 放在一个透明的容器里 盖子一盖就变成了一个鸡蛋的样子 而一旁的桌子上放着一大堆酷似鸡蛋的东西 这些难道就是假鸡蛋吗 大家都表示这种鸡蛋看着太假了 那么制作假鸡蛋在技术上有可能吗 如果是在市场上贩卖的那种假鸡蛋 它成本很低 它是化过原料 蛋壳是碳酸钙 蛋清是一种叫海藻山的 它的水溶液泡起来就跟蛋清一样的 然后再加上一些色素做成蛋黄 然后再用一些其他的什么绿化钙 什么东西的合一合 就把这个蛋黄蛋清呢 都能做成跟真的差不多的样子 周玉龙说 假鸡蛋虽然外观非常像 但是还是可以区分的 你带个手电筒 稍微光强一点就可以了 这上面分布了命令麻麻的一些小点 那么这个就出气口 它什么也看不出 而且它的透光性也很差 除了看气孔之外 还可以听声音 但是周玉龙说 网传视频里正在制作的鸡蛋 并不像是假鸡蛋 更像是一种玩具 随后 记者在某购物网站上搜索鸡蛋玩具 就跳出来很多恶搞的整骨鸡蛋 和视频里的一模一样 一个的售价要两元多 比真的鸡蛋还贵四倍 看来对于网上来路不明的 所谓揭秘视频 大家还是理智辨别吧